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个是我们在拍摄纪录片的 《台湾你好》 然后大家网路上面 都已经在帮我们做宣传 谢谢你们 好 祝你老夫的幸福 小燕 我是麻雀 她叫麻雀 好啦 你们去打架了 没有 输了燕子比较大 燕子比较快喔 小天咯 不是 大家的家 现在就我们 剩下我们最后 还有两位志工住在这里 跟我们同进队啦 帮我的忙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物资 摆放的地方 有一些善心人士送的 如果是二手物资的话 就放在这边 让大家有缺的自己拿 然后里面就是一些吃的用的 不多啦 但是堪用这样子 没有牛排 没有牛排 有泡面 有罐头 有米 没有鲍鱼 没有鲍鱼 那个牧师在宣秤啊 那个麻雀 因为刚刚我们也去看过村长的家 就是那个村长的家 村长的家就我的家 是啊是啊 所以你当时看到那个当下 然后你又看到这个村民这样子 其实 当下台风来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一样跟我 都有 都不用再讲 就很 很惊吓 那当下我以为只有我家这么可怕 我等我路稍微通了一个小时后 我下来我想完蛋了 世界末日了什么 大家都好惨 我真的是吓到 我以为只有我家那么衰 结果村民大家好惨 真的是 人家说 啊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因为我哭不出来 嘿 我哭不出来只好笑了 我去帮你哭了 我去帮你哭了 你再继续哭了小燕子 哦小燕子哭了 我发现很多人来哭得比我好惨 因为 因为哦我跟你讲 我们灾民哦 我发现我们那一天来 大家都是苦中作乐在笑 那我发现外地来的人 哭得比我们还沉 为什么要哭呢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哭不出来了 你不要哭啦 你不要对着我哭嘛 你对着我哭我会跟着哭 你不要对着我哭就好了 我会笑的 你不要对着 那麻雀 这个燕子想问你一下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些物资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 需要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对大家比较有关系的东西 其实那是 好的 来 好啊 当下台风发生的时候 的确是没水没电的时候 的确是需要一点食物啦 什么云水 那现在因为路通了 这方面都不缺 然后衣物其实更不缺 因为 湿了我们可以洗都可以 那我们前一阵子也有募集帆布 大家都很热情 帆布也够了 未来呢 其实我最近我们在募的是床主 因为床主有很多人 现在还睡地上啦 随便睡 然后睡在募床主 那未来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在重建 未来的话就是 铁工 铁材 这方面真的很缺 因为现在损失很大 大家可能口袋也捞起来没多少钱了 恐怕就是怕盖起来会不够用 所以如果是希望大家如果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那这样我们很感谢来我们灾区里一些志工 来帮我们打扫 甚至上去墙上帮我们打理盖帆布清瓦片 真的非常感谢 还有大家送来的物资 就是我们都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这边的温暖